俗南宏流竄全台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自己吃下肚的食物真的安全吗 为了让学童吃得安全 学校的营养午餐 暂缓使用辣椒粉及咖喱粉 或快来调味 当然是希望 因为那些东西吃的 对身体有影响嘛 我们自己当然都不想要碰到了 怎么会让小朋友碰到 虽然营养午餐中 辣椒粉食用率不高 但咖喱算常态性料理 看看三月份的菜单 就出现两次咖喱料理 净用令一出 紧接着就是三月十八号 这一道日式咖喱机 厂商紧急开会讨论换菜单 那会思考说 把它改成什么样 其他的烹调方式 比如说改成红烧啦 或是改成沙茶啦 沙茶啦这部分 辣椒粉食用的量其实很少 那咖喱确实是 大概会出现二到三次 像香茅我们可以煮猪肉 那一样可以产生清香味 然后迷人香气让孩子想吃 但至于颜色上的话 我们可能在说 使用一些天然食材啦 像是番茄酱 然后去增加它的色泽 以姜黄粉或番茄酱 取而代之外 各县市禁用时长也不同 新北桃园基隆高雄台南加一县 通通都是禁用三个月 台北市则是禁到三月底 台东到浙学期结束 其他县市会等食案一律解除 才会考虑恢复使用 其中高雄台南不只跟进还加码 除了学校之外 还包含五大机构都禁用 目前各县市的工厂跟贩卖业 相关产品的流通是比较复杂 那流向现在还是持续最终釐清中 全台各县市动起来 不敢在乎严格把关 防止苏丹红流入少园 毒害学生 三里新闻蔡玉指楼配与新北采访报道